净空老和尚 于2017年8月11日至14日 来到了台北华藏卫视红法 老和尚在这四天的红法行程中 历临华藏卫视阿弥陀佛园区 以及台北华藏卫视念佛堂的 三十信念法会现场上香祈福 陈彩琼总裁更是借着此次难得的机会 精心安排老和尚久别的老友同学们聚餐 让风尘仆仆回台的净空老和尚 欢喜欣慰不已 此次净空老和尚回台 陈总裁本着尊师重道的孝敬心 特别精心安排老和尚的老同学 及老朋友聚餐酗旧 聆听了老和尚的宝贵开示 大家发喜充满 和乐融融 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晚上我给各位介绍这一段 这是五月大孙的开始 真能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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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较是非人物 就是大人 真能念佛 不计较是非人物 和尚首席 天台 法皇 和尚首席的六个人 等一句法皇就有了 都简单 何必找到那么麻烦 净空老和尚这次来到台湾 特地带给同修们一篇 偶艺大师开示念佛法门 与大众结缘 身行严教都是苦口婆心 一再劝导大家老实念佛 心善言善行善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日以第一来是人人和尊重 但没有招待 其他的经验都很深奥的东西 要费很多事情去 我们罗随大了解 我们要从尽诺 和尚圈子 这是侯与大师 明朝六年来 把人诺庆祝 进度正在大师 教祝念佛求生进度 开始 把队段塞得很好 把镜尊的金黄 也多说出来 老和尚也特别带着大家 一同观赏戏剧短片六尺像 彰显让得重要 净空老和尚说 这部短片他已经看了十多遍 剧中寓意非常感动人 何飞有一个巷子 叫六吃巷 这两家人是真帝 结果有一家就说 我们让他三吃 结果他听到让三吃 不好意思 我也让三吃 所以就变成六吃巷子 这是今天能够进来的 代表中国成功无法的 最好的言论 是 亲让 今天我们在放 今天晚上 我们越让越忘 越让越先寻 对啊 师父您一直烂 就烂到 您大门快读 对啊 我大门快读 我大门快读 对 学步反驻 但是你怎么样受人过度接受 我一句话不是 好 8月13日台北華藏衛士念佛堂舉辦三十卸念法會 鏡空老和尚演入五共時 歷臨法會現場上香禮佛 我們恭請老和尚上香禮佛 喚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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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前戒定真香——表法大众情修戒定慧 更以信香上供香烟片满 念念回向静满元城 净空老和尚特地来到台北华藏位式念佛堂上香 劝勉同修以真诚心来参与法会 集合众人共修的利益及佛力的加持 累积无量功德化解灾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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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有一个句话我会请示你 佛教上常常讲说是放下看破 破 用看破 我常常讲不讲看破 我常常讲看开 是要用看破对还是看开对 都可以 看破是我们要说话的 了解真相 因为台湾话 台湾人讲看破是非常的悲观消极 非常的悲观消极 台湾人想看破 看破很准 其实是非常消极悲观的台湾人是说看破 所以我常常不讲看破 我常常讲看开 但是我不晓得我这样转 这样可以就可以 在佛经上升我可以不可以讲说破 还是看破 下边下边出现就可以了 好 谢谢 开语也是开悟 了解 真正的看破 看破是看破 理您的就容易放下 但是放下跟看破 互互互互互 看破帮助就放下 放下帮助就再看破 一层一层消极悲 那么齐头到底是用看破是用放下 故人根性不一样 烦恼当中的人要从放下牵起 熟知当中的人要从看破写下手 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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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受外面境界影响 智慧现实 智慧现实 得大自在 也见诚 二完善 必须想 十常 六根解锁六层 呈现 紧接 轻轻索索 一面的小朋友 如如不动 教化人 在陈总裁 谢执行长 及所有华藏卫士 义工职工 真诚恭敬的 侍奉接待下 圆满了这一次 净空老和尚 到台北 华藏卫士的 四天红发行 此次净空老和尚的 立临与鼓励 让大家铭记 这一刻的感动与温暖 在老和尚的 言行身教涉授下 感受慈悲 愉悦及发喜 心中无不祥和宁静 老和尚 亦透过六尺像的 戏剧短片 劝导忍让 谦让的重要 并将偶艺大师开示 与大众结缘 劝导大家老实念佛 再在叮咛 都是嘱咐同修们 务必信愿持民 求生净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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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